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钱钱有没有跌这么高 还会是放在口袋里面呢 还是你呢 金库里面有这么大吗 财政部最大的 台湾运行最大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 2022是下半年升官又加薪发大财的生肖排行榜 好赶快先帮我按赞分享开订阅小林 当然我感谢大家大力的支持 好我们来看一下农历六月呢 农历六月是什么月呢 来接下来农历六月是国历七月六号到八月三号 新卫月这些生肖升官加薪发大财 来有没有属鸡的朋友恭喜你 诶韩国语哦 属蛇的朋友有没有 来赶快加油一下属牛的 诶我们小编 属龙的 我的好朋友很多都属龙的 好那你们是不是这些生肖呢 如果是这些生肖非常恭喜你 农历六月要发大财 而且还有贵人哦 除了这个以外呢 文昌运也特别旺哦 文昌运就是什么考试运啊升官运 那当然有加薪的机会 如果我们是上班族的话呢 老板会赏赐你加薪哦 或者你有另外的配可以收哦 那就是什么额外奖金 做业务的奖金会什么盆满钵满 恭喜你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农历七月 好农历七月是国历八月四号到九月二号 农年上半年大家很憋对不对 好不用担心有很多生肖都是在排行榜以内哦 认申月这些生肖升官夹性发大财 属猪的来了哦 属猪的梅子看那个生肖运势就跟我讲说 老师我好苦哦 不用你开始要发大财了 不用担心哦 属兔的说哎我今年害太岁怎么办 还忘记去安太岁 赶快还是要安个太岁哦 老师会做服务哦 属羊的也是偏充哦 但是属羊还好今年有贵人运 只是属羊的呢十全一不美 就是说你不要太高傲啊 那你对老板要好一点啊 你就有升官夹新的机会 属虎的呢更是呢要小心哦 属虎的哦有时候脾气很大哦 然后呢脾气比老板还大 比长官还大真的要小心一点 那农历七月 你们这四个生肖发大财了 而且呢作为业务的朋友呢 真的会赚得盆满钵满 投资的朋友呢也可能呢 可以获利了结哦 听清楚哦 听清楚获利了结 钱放口袋咯 好接着下来我们看农历八月 农历八月呢是9月3号 叫10月2号鬼五月 这些生肖有三官夹新发大财 来属老鼠的属龙的属猴的属羊的 哦有两个犯太岁 一个是属龙的太岁正座 今年好像要使尽吃奶的力气 好好的为你的事业打拼 下半年更是收获期哦 好那属老鼠的呢 属老鼠其实没有很差啦 但是呢属老鼠今年下半年还是要小心一点哦 有些时候呢 好不是很好很久哦 那所以呢好的时候呢要赶快把握机会 属猴的呢 今年有文昌运哦 所以升官考试运都不错哦 所以属猴的多向你的主管啦 然后拉紧他们的衣角啊 然后老板的不要得罪啊 属羊的朋友呢今年偏充哦 偏充的话呢比较容易呢有一些自我意识高涨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那你什么了不起 我告诉你人家就了不起 他能够当上主管就是了不起 能够当老板就了不起 不要说人家了不起 赶快呢收敛你的锋芒 才不会得罪这些高层的人哦 你才有机会升官发财 好所以呢恭喜各位啦 接下来呢农历九月是国历十月三号到十月三十一号 甲戏月哎双化季哦 太阳化双季 但是呢这些生肖升官加薪发大才恭喜你们啊 属老虎的双财新加持 老虎属马的双财新加持 属狗的双财新加持 还有一个属蛇的也有双财新加持 只是呢你的团队更重要哦 好所以呢这四个生肖呢恭喜你们哦 其实呢我讲句真的啦 像老虎的话呢虽然呢在这个月呢非常好 但是呢你前面可能有一些 哎哩哩哩哩哩哩你就要小心哦 要断舍离哦 有些朋友要断舍离 有些生意要断舍离 没有钱赚了就不要去了哦 好那么呢属马的朋友呢 你看啊你今年的肆意工贵到属狗的 还好属狗的有个天亭盖盖起来啊 否则你会像去年那个属蛇的那么倒霉啊 哎属蛇的去年真的不太好 但今年开始转好运了 你看啊在这边啊 属狗的呢今年犯态 所以不要先请你的盖头来把你好好自己包好 包好就是很多东西呢要 要自己想清楚不要那么的急躁 然后呢才不会让你的财一直在破 这个会发大财的生肖 加油一下咯好不好 这四个生肖非常恭喜 疏狗的呢发大财哦 要小心哦 谨慎离财哦 那你还是会破财的哦 并不是钱进来就不会破 可能今年想说要先付贤在家 或者呢有一 有一堂每一天的做生意 休息就休息很久 然后去做一下子又想很累了 或者呢你一直想换工作 结果越换越不好 所以你千万不要哦 记住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农历十月 农历十月是以害月 国历呢十一月一号到十一月三十号 这些生肖三观加息发大财 来看一下鼠兔鼠羊鼠猪跟鼠狗的 哎 鼠狗的又上榜了 真是六合啦有贵人啦 所以鼠狗的你低调形式的话 运气真好 鼠猪的朋友呢 其实今年呢 刚开始上半年 尤其在农历的五月之前 你会觉得说有很多很憋的事情 但现在开始转运了 鼠羊的刚才有跟你讲过了 鼠羊的朋友呢还是要怎么样呢 哎好好的认真工作 然后呢不要太高调哦 低调一点比较好哦 好那鼠兔的朋友呢 不要老是看这个也好看那个也好 结果呢乱七八糟投资 鼠兔的朋友特别小心哦 好恭喜四位发大财 来接下来 农历十一月呢 国历十二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号 丙子月 这些生肖三观加息发大财 鼠蛇的鼠鸡的鼠牛的鼠猴的跟鼠马的 哇哦 跳五个生肖出来 这个月呢快年底了哦 好那 丙子月的财星落在呢 鼠蛇的位置 所以呢 鼠蛇的朋友非常恭喜你哦 那鼠鸡的朋友就三合嘛 鼠牛也三合 所以呢在年底的时候 你如果在上半年有认真付出努力 老板会看见你的努力哦 然后呢 你有认真努力工作赚钱的话呢 或者你把业务做得很好 这个就非常好了哦 加油一下哦 所以这几个生肖呢 非常恭喜你们哦 好好把握住良机哦 接下来 农历十二月 哎 二零二十四年就要结束了哦 好 国历的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一月二十八号 跨年了 跨到二零五年了 所以呢 这个跨年的这个最后一个月呢 我们马上要过农历年了 丁丑月呢 这些生肖三观嘉心发大财 财心落在属马的 恭喜属马的 属虎的属狗的 属蛇的跟属羊 有没有发现呢 上半年不好的生肖下半年特别好 下半年特别好的生肖呢 希望好好的呢 在家把劲哦 好 靠山 山岛 土石流 靠海 海啸 靠自己最牢靠 我还是要提示所有的生肖朋友们呢 不管怎么样的话呢 在今年度 我们都是在动荡之年 想尽办法呢 来冲出一条血路 所以呢 这条血路的话呢 要铺陈好 虽然是碎石子 但是至少呢 它还可以让你平安无事的过关 这样哦 所以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努力一下 好 我们现在来看排行榜 第一名 No.1 OK 属蛇的 属羊的 还有呢 一个属虎的 恭喜三位朋友 你是第一名 好 那第二名的朋友呢 来 属马的 属狗的 这两个生肖呢 排在第二名 恭喜你们 你上榜了吗 如果你上榜了 加油加油加油 好 第三名的话呢 属牛的 属龙的 属猴的 跟属鸡的 这四个生肖呢 你们在今年呢 属牛的虽然呢 偏充呢 但是呢 还排在第三名哦 算是很好的 属龙的太岁正座 也排在第三名 好 那 属鸡跟属猴 本来运势就比较好一点 一个文昌嘛 那 属鸡今年呢 是有 这个 只为龙得马 所以运势都很好 所以第三名的下半年呢 加油了 当然你也会碰到一些狗屁 到时候的啦 所以要小心哦 好 第四名的话呢 来了 老鼠 兔子 跟属猪的 这三个生肖 虽然呢 你在下半年度当中呢 像兔子有两个月的财星 属猪有两个月的财星 但属老鼠只有一个月的财星 但属老鼠 你要记得一件事 属龙的好的时候 你就要跟紧脚步 属马的好的时候 代表你迁移公里的外缘要增加 人际关系更好 不要每天哦 冷冷的 好像事不关己 那当然你就要排在第四名楼 所以呢 如果你这样事情呢 当做自己的事情哦 来紧急的把它做好的话 我相信你这个名字 还会往前面提哦 好 这是呢 给大家做参考的哦 那当然了 我们还有一个星座啊 运势啊 还有个出生月份的运势啊 我们下一集节目呢 那就告诉大家 哪些星座运势会最旺 然后加上他的出生月是最好的 因为出生月的活力哦 跟星座有关系 那农历呢 跟生肖有关系 那我今天加码一下哦 在下半年呢 哦 除了财运最好 升官运最好以外呢 还有一个贵人运最强的哦 那这个贵人运最强的呢 其实每一个人呢 都要好好的呢 把握住一个哦 大家合作的机会 然后呢 不要生气哦 然后呢 很多事情呢 哎 当做没听到 越低调越好 然后不要太高调 哦 那这样的话呢 运势就会越来越好 哦 把自己的 训练工作做好 我相信未来的日子 还是非常美好的咯 哦 我们台湾的经济还算不错哦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咯 祝大家都发大财 谢谢你们 帮我按赞分享 可以订阅一下小铃铛咯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